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蓝图 祂的时间不错误 上一次我们提到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定律 那就是我们种下了什么东西 我们放了什么东西下去 有一天我们很可能也会收回来 你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十章的第八节 第九节 那里说挖陷坑的比自己掉在其中 那是在讲负面的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点正面的 从十一章 可是上一次我们讲的 我再多讲几句话 上一次我们提到 这个第十章的 第八第九节提到的墙园 石头 木头 很可能指的是 用来界定一个人的产业的 一个地标 一个地界 这是有一些圣经学者的看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里也许强调的就是 我们不要随便挪移那个地界 越过上帝给我们的产业 给我们的地界 在摩西的律法里面 很看重这一件事 有几次提到 你不可以挪移临舍的地界 当然那里比较 也许比较多强调 你不要贪心 不要倾断别人的产业 可是我觉得这个用在 我们生命许多的领域里面 也是对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上帝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不要那么羡慕别人的 最好我们能够跟 大卫一样 在四篇十六篇 他说 用神粮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你说大卫的产业 当然是美好的 那是君王 大卫可不常常是君王 他遭遇过许多不容易的事 也许你我还没有遭遇到 像他那么不幸的事 可是我相信 就是那个时候 他仍然承认说 是神给他的产业 他说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用神粮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想 就很好 我们不要像彼得一样 当主提到 神为他定规的 将来的命运 主耶稣在复活之后 在升天之前 给彼得讲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他说将来 人要把你树上带着 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约翰给他加了一个注解 说 主耶稣这个话是指的 他将要怎么样殉道 怎么样死 荣耀神的说的 那主预先告诉彼得 将来要遭遇的事 那是他的命运 那在那里有美好的赏赐 有神的作为 可是彼得好像不甘寂寞 他就问主说 看看约翰 他的同伴 也是常常他觉得 好像是一个竞争的对手 他说 这个人将来如何 他指的约翰说 主耶稣怎么回答他 主说 这人将来如何 与你何干 你来跟从我吧 很好的话 我们不要挪以地界 包括这个 我想我们如果常常 留意我们 已经有的 我们现在神良给我们的 我们以此为满足 好好经营我们现在有的 我相信 很多的人类的痛苦会减少 我们很多痛苦是从我们跟别人比较 眼睛望向别处而来的 否则 其实我们的快乐并不完全建立在 要多么富有 多么多的享受 你看那些很贫穷落后的国家 一样有一些人可以蛮快乐的 当然我不敢说得非常绝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怎么样态度很有关系的 也许林肯总统讲的是对的 他说 我们想要多么快乐就可以多么快乐 他说我们是不是快乐取决于我们 而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旁边的环境 人事物 好像是罗斯福总统夫人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不答应 没有人能够使你难过 这是很有趣的一句话 我们常常难过是因为别人带给我们 可是他说如果你自己不答应 没有人能够使你难过 也就是说你快不快乐 你要不要难过 常常自主权在我们身上 如果我们不要那么多跟别人比较 我们守住自己的产业 这个包括了 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 神量给我们不同的环境 我们不要再一山就旺一山 我们很容易这样 有的时候跟朋友出去吃饭 大家叫不同的菜 很难决定 因为看起来都很不错 最后总算做了一个决定 我叫这样你叫那样 等到菜来以后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好像别人叫的比较好 我们很容易类似像这样 我们常常借着比较 徒增自己的许多的麻烦 许多的痛苦 所以这个是神的智慧 提醒我们 不要凿开石头 不要拆墙园 不要劈开木头 不要挪移那个地界 守住我们自己的 主给你的十字架 一定是最合适你的 这是自古以来 许多有智慧的人的经验 你常常觉得好像别人的 遭遇的 你觉得比较好一点 其实 如果把别人的环境放在你身上 有可能你比现在更加的痛苦 所以我想这是神的智慧 那今天我跟大家来看传道书十一章 前面六节 我们来读这个前面六节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 因为日久必能得早 你要分给七人 或是分给八人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 有什么灾祸淋到地上 云若满了鱼 就必倾倒在地上 树若向南岛 或向北岛 树倒在何处 就存在何处 看风的必不杀种 望云的必不收割 风从河道来 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 如何长成 你尚且不得知道 这样行作万事之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早晨要杀你的种 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望 或是早傻的 或是晚傻的 或是两样都好 就讲到杀种 杀种是一个 圣经里面常常用的一个比喻 主耶稣特别喜欢用这个比喻 他常常形容他自己是一个杀种的人 人子是一个杀种的人 天国好比一个人杀好种在天里面 他常常讲类似这样的比喻 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用杀种来讲是很好的 今天的世界 也许似乎越来越不看重这些事 人没有办法忍耐着 杀一个种子 慢慢看它成长 就是长成树 还没有果子 还要经过一段时间 有的当年就可以收果子 很快就发长了 有的种了树下去 要好几年 才会有果子 我们都不太愿意这样 我们尽量想办法 什么都要快 电脑就是这样 新的畸形的一定都是速度更快 我们用各样的方法 让生活脚步更快 我们好像可以做更多的事 不知道我们做更多的事要干嘛 我们的生命到底为什么 这是生命的意义吗 过去的人可能脚步比较缓慢 也许物质生活没有像今天这么进步 可是很可能过去的人 他们生命比较丰盛 比较容易更丰盛 他们有更多的安静的时间 悠闲一点的时间 有的时候能够更多的充实 我们内在的生命 所以可能不是用素食文化 或者是科技文明 能够带动我们的更要紧的 有永恒价值的生命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 很新的时代里面 我们仍然回到古老的智慧 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杀种的生命 你在这个世界上撒好种 一定会有好的收成 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立刻得找 甚至没有告诉我们 你早撒的就一定早收成 没有这样 就像那个笑话 几个男士在待产室门口 在医院里面等着他太太的好消息 后来护士出来报给一个男士 说你恭喜你 你太太生了一个男孩子 另外一个先生就很生气说 这不对 我比他先来的 当然不是这样 你先来你太太不一定就先生 对不对 同样的我们撒的种子也有这样 对于说有时候早撒的先发长 有的时候晚撒的先发长 所以说要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 我想那是指着撒种 也许是稻田卖田 农夫不会把食物都吃光 他会留一些做种子 没有农夫觉得留下种子是一个浪费 因为为了做种子能够撒了 下一季能够有更多的收成 所以你不要把粮食都放在口袋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拥有什么 不要都只聚集在自己的掌握里面 你有时候需要放手杀出去 你要给出去 这给出去可以包括财物 我们想要期待我们的生命更升华 我们也能够领受更多的 让我们觉得满足的事情 有的时候需要愿意把财物撒出去的 我们要愿意这样 可是其实我们要撒的种子 不是只有财物 有许多的事情 有一些是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那种废过心思的 还是会不一样 你撒下的种子 有的时候会成就很美好的事情 我们一定不要轻看这个 主耶稣要我们做一个撒种的人 跟他一样 我很喜欢想到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在可能是 宇宙光杂志上面看到的 我想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提到有一个年轻人 他失足犯了法 成为一个重刑犯 要被解送到绿岛去 可能他从台北出发 坐飞机坐到台东 再转小飞机到绿岛去 那他当然没有他的包机 跟大家一起坐飞机 为了顾及受刑人的尊严 我想他们常常是最嫌上飞机 然后坐在一个位置上 一起拿一个衣服盖住他的手铐脚料 其他的旅客再上来 等到到了台东 大家都先下了飞机 那个押送的人才 把他带到机门口 要坐车转机 那天 当他 那个重刑犯 到了台东 他要下飞机的时候 机上已经没有人了 可是还有空中小姐 那些空中小姐那些漂亮的小姐们 都跟他差不多一样年纪 而他戴着手铐脚料 他就觉得很羞愧 低着头 往前面走 当他到了机门口的时候 那个空中小姐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 不但像对待别的旅客一样 仍然带着笑容 给他点头 微笑 跟他说再见 而且顺手递给他一张小纸条 那个人低着头 戴着手铐 接过那个纸条 等他下了飞机 上了车 他在看那个纸条 大大的受感动 那个纸条大致上是这样写的 我不记得 所有的文字 可是大致上是这样 他说 意思是说 神爱你 即使我们有失败 只要我们再 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 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大概类似这样的话 就是这么简单的话 这个人很受感动 那一个失去尊严的 一个时期 有人这样子 用这样态度 把他当作 像普通人一样 尊重他 给他爱 后来他到了绿岛 有基督徒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 因为这个种子 他后来就信了主 只是后来他 信主以后做的见证 我想 我想那个空中小姐 她做这些事 不是 她即使顺口说一些话 我觉得就已经很好的种子 何况她写下一个小纸条 我想这个是她 看见今天的飞机上 有这样一个人 她就心里有这个念头 她就花一点功夫 把它写下来 那么短短的行程 40分钟 我想她有很多事要做 可是她还是花一点功夫 预备好 在那个时机 给她那个小纸条 我想我们就是这样 当我们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成为一个殷勤的 真实的杀种的人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小礼物 也许是一个财物 也许是一个福音的单章 可能是一个善意 甚至是一个微笑 也有可能都会撒下美好的种子 但是我们常常这样 这里说你要分给七个人 或者分给八个人 最好我们预备好要多给 我们生命里面 常常会有机会 遇见各种有需要的人 这个世界带着破碎的心 有各种苦难 有各种烦恼的人 到处都是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那些 指出谁有错 这个时局有什么错 政党怎么样 不缺这样的人 可是这个世界 自古自今 一直需要继续有 撒下美好种子的人 在仇恨的地方 撒下爱的种子 在黑暗的地方 撒下光明的种子 在苦毒的地方 撒下饶恕的种子 我们很需要这样 这个能够真正的造就人 所以我们要常常 预备好要给 要把握机会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 灾祸临到地上 你可能失去给的机会 也有可能当灾祸临到的时候 现在换你有缺乏 如果你曾经给 很可能这个时候 主会让你有收成 让你得到回馈 所以这是美好的事 我们应该常常 撒下美好的种子 所以说你看云 满了雨 就会倾倒在地上 它不会留着给自己就好 它不会 就像果子熟了 很自然 那个地就变松了 让人容易采摘 也容易掉在地上 让人减食 所以当主 如果给我们丰富 我们里面 如果生命是满意的 是喜乐的 你很自然会成为一个 好像涌流着泉源 过路的人 可以在那里面 得着更新 你好像一个 生出墙外的枝子 那个果子 过路的人可以失去 神判我们的生命是这样 这些话是用来形容 圣经里面一个圣徒 约瑟的话 他的生命就是这样 他遭遇许多的苦难 他不但生命没有变得苦毒 尖酸刻薄 他成为那么甜美 就是那些得罪他 使他受许多年苦的兄弟 见面的时候 他给他们讲 有恩惠的话 这个人后来 他的父亲提到他 这样形容他 说约瑟好像全旁 水泉旁边 多接果子的树枝 而且他的枝条 探出墙外 在有一些国家的法律里面 如果你的种的树 在你院子里面 种的果树 这里有围墙 树枝探出墙外 超过那个围墙 路过的人都可以摘取 是合法的 不算偷窃你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法律很好 在这个背景里面 圣经这样提到约瑟的生命 他是 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他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 更多结满上帝丰硕的果实 而能够使过路的人可以摘取 在我们旁边 好像偶然经过我们的生命当中 的一些人 碰到我们 可以碰到这样的祝福 多么盼望 我们都成为一个生命 这样丰盛的人 如果你里面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神的爱 你就会这样给出去 无论你遇到谁 你总有机会 直接的或者间接的 撒下美好的种子 至于说树倒在何处 就存在何处 树可能像南岛 可能像北岛 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 有的人认为 这个可能有一个意思 就是如果主把你 摆在什么环境里面 你就应该在那个环境里面 就多结果子 你不会挣扎着 想要换一个地方 主把我放在那里 倒在那里 就存在那里 让我们 无论遇见什么环境 我们就存在那里 就在那里 撒美好的种子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多结果子 你不知道 是你先撒的 或者后撒的 会结出果子 你不知道 可是它总是会结果的 你能不能 无论遇遇什么环境 我们都这样做 我很喜欢想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荷兰有一个家庭 因为常立犹太人 后来他们被抓 那两个姐妹 关在集中椅里面几年 那个姐姐 后来在集中椅里面去世 那个妹妹 逃过 这个死亡 以后他 神使用他在各地 帮助许许多多的人 他不只帮助 被纳粹德国所伤害的人 他也帮助 帮助纳粹德国的人 那跟他姐姐有关 因为他姐姐说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 他以为他姐姐讲的是那些 受纳粹德国伤害的人 不 他说 我们需要帮助那些德国人 那些伤害他们的人 他说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爱 他们需要知道 虽然罪恶在那么深的深渊里面 可是我们的主比深渊更深 这是他姐姐讲的话 所以他 他里面充满了爱 他妹妹形容说 他姐姐 就是有一个办法 在那种 根本像地狱一样的 那个集中营 营房里面 使那个地方变得像天堂一样 他们永远不能忘记 有时候晚上 那些 集中营里面的囚犯 经过一天劳苦的工作 回到营房 围在那里 听他姐姐读圣经给他们听 使那个地方变得像天堂一样 这就是树倒在何处 就存在何处 对不对 我们 就是在最不容易的环境 我想很难比 一个集中营的环境更不容易 可是那里有人 就是在那种环境 他活出基督来 那正是基督的生命 最主要的含义 他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 一个复活的生命 就是像这样 所以 但因为我们是这样 我们不那么受环境影响 环境有点风吹草动 我们就跟着摇摆 跟着起舞 吹点风 就以为好像暴风来袭 不肯撒种 飘过一片云 就以为要下很大的雨 不敢收割 我们不要那么快 因为局势的变化 就去注意别的 看见人的脸色 我们就退缩 其实我们只应该继续撒下美好的种子 这一方面 神的儿子主耶稣 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 圣经说他不灰心 也不上等 他就是把真理表明出来 我们也需要这样 在各种时机里面要这样做 早晨要杀你的种 晚上也不要歇手 早上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一个时机 新鲜 很好 也许我们应该在人家年幼的时候 在他们生命里面来撒下美好的种子 你有没有留意 无论你自己的孩子 或者你所遇见的年轻人 你可以在他们身上撒下美好的种子 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表现 你不一定很满意 人本来就是这样 每一个时代 我们的标准都不一样 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看年轻的一代 头发 服装 橘子 很多东西我们都看不顺眼 我们上面的人 以前的人也这样看我们 如果你只是纠正他们 责备他们 可能不会成就什么 因为那样的人 那些年轻人不缺别人责备他们 可是如果你能够给他们撒下美好的种子 用他们喜欢的事情 他们不容易听你的讯 他们喜欢用电脑 你就学电脑嘛 像我自己 我有一些很好的email friends 我这样称呼 email的朋友 有一些是青少年朋友 他们平常你如果跟他讲话 他不在跟你讲话的 可是写email他们会给你写 善用我们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善意可以帮助人 我很喜欢看见有一些青少年 他们会问我问题 我尽量地帮助他们 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在学业上一些事情 做一个研究或什么 他问我问题 尽量帮助他们 每一次做这些事 我心里面就有一种 一种满足 一种喜乐 一种说不出来 一种好像有高油的味道 我知道主喜欢我们这样做 晚上你也不要歇手 你看见有人好像 他们生命来到日暮西沉 你不要觉得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神对人有盼望 你看亚伯兰到99岁 神告诉他 你要在我面前 与我同行 做完全人 神对他还有一个新的盼望 所以我们对老年人也是这样 今天这个时代需要这样 我很喜欢我自己的教会 一直有一些弟兄姊妹 去做老人院的工作 那个工作是不太有回馈的 多半不会增加你教会的人数 不会增加你教会的奉献 可是有时候我跟我同工们讲 跟我的弟兄姊妹们讲 我们不时地做一些 好像没有立刻什么回馈的事 感觉才舒服 我们应该常常愿意做这些事 不要常常只做那些 会带来很明显的果效的事情 而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已经是 生命来到日暮黄昏 我们还能够撒种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更多的 愿意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的教会 曾经有一位老先生 88岁的时候信主 很好对不对 他非常认真 很认真的追求 好像要赎回过去虚度的光阴 如果你还是年轻的 让我们也抓住我们的机会 在年幼的时候能够认识神 能够敬畏他 能够学习生命的智慧 会帮助你度过一生许多的年日 在你遇见的机会 你会抓住美好的机会 在你一生遇见的一些陷阱 你能够躲过去 神会保守你 我想这一卷书 在快要结束的时候 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但愿上帝帮助我们 无论在生命哪一个阶段 还有无论遇见 在生命中哪一个阶段的人 我们总是尽量去撒下美好的种子 把喜乐光明爱恩慈 更多的散播在这个世界上 愿上帝赐福给您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 看着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